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很多的家长出现在现场 他们就是为了要支持AB1314这个法案 那之前看到呢 有朋友给我们的频道下面留言 就说我怎么感觉这个AB1314这个法案呢 怎么是剥夺了父母本来就天生带有的 这样的一个管教孩子的权利呢 那如果要说父母的权利 其实没有遭到政府挟制的时候 那你当然没有必要立这样一个法 对吧 但是现在呢 学校单方面的就是说 孩子发生任何事 我不会跟你家长讲 你孩子不管是心里有任何的心理疾病了 是要变性了 是要堕胎了 等等等等 学校是完全保密 也就是说他们不让家长参与到 自己孩子做这些事情的这个器材 那当然这个就是完全损害了家长 一个教育权利嘛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有个非常棒的一个年轻人 他现在在加州的议会里面当议员 于是他就撰写了这样一个法案啊 那在这里呢 再跟大家复习一遍 就是这个AB1314号这个法案 讲的是什么 这个法案呢 将要求学校 如果说学校知道这个孩子 他在做的所有的事情上面 与他出生的性别是不一样的 那他必须要通知家长 如果他这个孩子呢 参加了一些这个什么 比如说男生跑去参加女生的活动了 跑去上女生的厕所了 跑去跟女生的运动队一起比赛了 等等等等 或者是开始使用女性的洗手间了 淋浴间更衣室等等等等 发现孩子有这样的问题了 必须要让家长知道啊 学校必须要通知家长 这个是法案AB1314在说的事情 但是呢 现在这个法案怎么样 被拦阻了 他们现在这个法案呢 不允许在加州的议院里面被读 那很直接 就是他没有办法让大家去投票 那不投票 你更不要说通过不通过 这样一个问题了 所以这样呢 就是这条法案就会死在摇篮里面 但是谁能管这个事呢 就是加州议会的教育委员会 那么这个教育委员会的这个会长呢 叫做 那他就是阻拦 说不要让这个法案去被读 所以大家呢 需要采取一个行动 现在就是要给他打电话 要让他知道 打电话跟他说什么 说让他知道 我们都在看着他如何对待这条法案 根据他的行动 我们会决定在他下一次竞选的时候 我们投票要怎么投 而且这个人呢 他就是66区 66区就在南加州的Torris 所以朋友们 如果你们住在那个附近的 大家要好好看着这个人 到底要做什么 所以呼吁大家一起来 打这样一个电话 这个教育的法案 他们讲的非常简单 就是要把你从 你的孩子的生命当中去除 他要你的孩子 自己去做自己所有的决定 然后他们来当这个孩子的后盾 来抵抗你 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大家一定要看着这个法案 要把你孩子的这个教育权 各方面放在你自己的手上 那除了这个 刚才我们讲的 AB1314这样一个法案 还有另外一个 非常急迫的法案 现在在加州 叫AB665 那么这个法案呢 是什么 非常非常严重 这个法案将允许 学校的这个 心理健康方面的老师 还有家庭治疗师 在父母不知情 或者不同意的情况下 将12岁 以及以上的未成年人 从家里面带走 而且这个法案呢 还允许未成年人 在没有父母通知 或者是许可的情况下 做出医疗和心理健康咨询的决定 Wow That's insane 这其实就是我们最害怕的事情 因为德国纳粹的时候 就发生这个样子的事情 就是女人变成了一个生小孩的机器 然后呢 等到她一出生了之后呢 她马上这些小孩 全部送到Hitler's Youth 就是希特勒青年那个地方 然后就是一系列的洗脑教育 马上跟家庭拆开 在一个极权的政府里面 家庭是不必要存在的 家庭存在反而是在 攻击社会 极权的政府永远都想要摧毁家庭 政府基本上跟家庭的这个关系 一直以来都是对立的 那政府永远都想要控制家庭 我讲打个大家都知道的例子 像说花木兰那个时候 对不对 有些家庭就是从丧的 有些家庭就是耕农的 有些家庭就是要去从军的 政府永远都会想要控制家庭 这不只是在美国现在发生 从古到京 古今中外全部都是这个样子 家庭是极权政府最大的敌人 所以他们想要破坏家庭 一点都不意外 而且更可怕的是什么 是这个AB665 他在4月10号礼拜一那一天 在议会里面投了一次票 那么投票的结果 这是让我感觉到 我后辈的寒毛都竖起来了 就是这样的法案 允许把12岁以上的小孩 从你家里拿走的法案 居然以55票对9票通过 而且这样的结果呢 还是有16名的议会成员 没有参加投票 投出来的结果 55对9 那所以呢 现在这个法案 现在正在加州这个参议院 等待委员会 我们现在能做的 就是要给他们留言 或者是给他们打电话 那所有呢 包括AB1314 还有这个AB665 参与的方式 我都放在评论区 还有信息栏里面 大家可以去那里面 采取你的行动的步骤 那我来这边加一个东西 像说我在前天的这个影片里面 说到民主不是一个好东西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这个就是民主 这些上面帮你们投票的 全部都是民意代表 这些人都是 我们投票投出来的人 他们选择了 以你的民意 代表你的意思 在我们的州议会投票 然后说要把你的小孩拿走 他们可以合法的 去做这样的事情 这个就是民主 只要有一个想法出来 然后呢 人不知道 不了解的情况下 随便乱投票给一个人 让他们去做代表 让他们当代表的情况下 然后他们去投票 只要他们的票数够 只要少数必须服从多数的时候 这样子的事情就会发生 民主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民主都会跟掌权者曲奇 永远都是这个样子 民主永远都会 上面的人告诉我怎么样做 然后呢 我如果要在这个政治的体系里面 往上爬的话 我就必须要听Gavin Newsom的 我就必须要听民主党的 我们如果合在一起的话 我们会变得更强大 然后我可以贪污到更多的钱 然后你们要一直付税 你的小孩可以被我去弄 你的小孩可以去吸毒 我可以在你家隔壁做吸毒所 各式各样的东西 都可以用民主来去达到 所以说法治是最重要的 为什么基督教会有法律 为什么我们这么去推崇一个说 没有律法的话就没有爱 因为民主是非常糟糕的 加州现在这个样子 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加州的民主非常非常的糟糕 造成我们还有我们的小孩 被政府这样子打压 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所以大家不要去崇拜民主 不要觉得民主就绝对是公平 而且民主是最公平的一个东西 民主没有律法 绝对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一件事 对而且到最后就会变成一个 没有办法收场的悲惨的惨剧 那很多的时候呢 像这些民主党人 这些左派在立这些法的时候 或者你看到现在学校里面的老师 这绝对现在不是一个少数的事情 在所有的学校公立学校的里面 包括一些私立学校 老师都是这个样子 为什么 因为他们从培训老师的这个步骤 就已经开始了 你说这些老师 他们认为这是坏事吗 他们不认为这个是坏事 这个才是真正的问题 他们认为这是好事 他们认为我是在造福人类 我是在帮助学生 他们不觉得说 把你的小孩从你家里拿走 是一件坏事 他们不认为说 小孩跟家长分开是一件坏事 他们反而觉得 他们的确有权利 而且他们自己作为一个正义使者 的这样一个身份 说我来保护孩子 家长是邪恶的 家长是恶魔 所以我们要保护孩子 如果这孩子不开心了 那他一定就是性别方面的问题 对吧 你是不是那个要变性了 我帮助你啊 你是不是要堕胎了 我帮助你啊 你是不是要性解放了 我帮助你啊 这些我都赞同 所以他们认为说 这是让小孩得自由的一种方式 这是让小孩真正能够做自己的一种方式 所以很多的时候 他们根本的观念都是错的 就他们根本的观念 就会导致邪恶的做法 哪怕有的时候 他可能心是好的 就说我想帮助 但是导致一个非常邪恶的 非常坏的一个结果 所以你要知道 这种时候 你如果还不警醒的话 你就会看到 更多更多悲惨的例子发生 那我们在看到悲惨例子发生的时候 我们就会想要 想说 我们如何保护我们自己家的小孩 对吧 那我们今天在这跟大家分享一个例子 如果你要是在加州 尤其你是在南加州 尤其你们家孩子在Arcadia上学 Arcadia房价为什么那么贵 因为所有的 不管是新移民还是老移民 全都往那挤 挤就是为了要把孩子送到特别好的高中 就是Arcadia的高中 那这个事件里面呢 就包含了 刚才我们讲的以上两个法案的事情 全都在这个事件里面有出现 那么在这个事件里面呢 这个主角是一个西语义的妈妈 那他们家的女儿 在Arcadia的高中里面上学 但是这个孩子呢 在上学的过程中遭到了霸凌 于是他的心里面起到了很多的问题 但是在这个时候 学校在中间介入 而且不允许家长参与在整个过程当中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到AB1314 就是他们把这整个过程 对家长完全不透明 完全把家长置之在外 在小孩心里产生问题的时候 是学校的老师和学校的工作人员 以及社工去给这些小孩 出这个解决的办法 然后是告诉他们 带领他们说 你们要去做什么 你们要去做什么 所以这样就导致 最后这个小孩 选择握鬼自杀 这样的一个悲剧 这个里面不光是包含了 向家长隐藏这个所有发生的事情啊 而且他们后来还把这个孩子给带走了 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这两个法案 一个是对家长隐藏所有发生的事情 第二个是把12岁以上的未成年 从家里面带走 这个妈妈全部都经历了 但是到最后怎么样 这些原来以为可以帮助他的人 这个小孩也认为说 这些人是可以帮助他的人 但是最后 这个孩子导致一个什么样的下场 就是握鬼自杀 他躺在了火车轨道上面 所以我们在下面呢 来截取这个妈妈讲的 一系列的片段 这个是让人看了之后 感觉到非常非常难过的一个片段 但是我们把它翻译成中文 然后在下面让大家可以看一下 如果这两个法案通过了之后 可以给家庭造成什么样的创伤 Jaely was born in April 23rd, 2000 My beautiful girly girl that you ever met I have three girls but she was the one who used to love to dress up as a princess and she was little so I, you know, I was open to okay, bye you know, all those princesses dresses until she started going to middle school seventh, eighth grade is when she had signs of depression sorry in eight grade seventh grade by the end of seventh grade eighth grade she's starting to show those signs of depression I seek for help I talk to the school so they can keep an eye on her they did it at middle school when she turned so when she started high school is when everything the doors open to what she was talking about like transgender going to meetings going to all the support that they think that they have for these children which is not she decided to go get a haircut with a friend from school who also was going in through transgender you know state she went to into the transition in high school like she was telling me I feel like I'm a boy so the school counselor was involved the DCFS was involved LGBT was in there too trying to help my daughter on the transition of being transgender I was accused that I didn't want to open my eyes and that she felt since she was a little girl that she was a boy which was not true she was not even close to be a tomboy she was the girly girl in the house dancing drawing she was an artistic girl I met with the principal to address the situation with the counselor everyone and they make things worse because the school psychology and the LGBT was told that told DCFS that my daughter will be better off out of the house and they did they did she they took away my daughter when she was 16 years old I tried my best to get her back going to court every single month I never missed a court date because I want my daughter back that's all I wanted I want to see her happy I want her back home Jaylee starting to put a new identity in her she was she was telling everyone that she was transgender she was a boy and she was she wants us to call her Andrew one day Jaylee came home and told me that mom I really I feel like a boy and I want you to understand that and I say Jaylee I understand that you're going to many faces right now and it's okay it's okay it's not bad but you need to be aware that you know going through all these changes is not that you're going to change your clothes and I don't like it how I look there's no going back but LGBT was very supportive in telling her that the state of California will pay for all the surgeries that she can go through she can this was the best time to do it because if you don't do it right now nothing nothing that your mom or anyone do it is going to make you happy and you're unhappy with your body you hate your body so you go for it I went at the first meeting I forgot about that just to see how are you going to prepare my daughter into all this transition or she just watch a video about it and she's going to start with the hormones so you you can see what you have a feeling I think it's a very kind o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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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講的就是 你或許是個女的喔 你或許是個男的喔 或許問題是出在於你的性別不對喔 你現在感覺是這個樣子的話 他們任何東西都把它 怪到性別上面 只要性別變了之後 你只要是個transgender之後 你就可以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為什麼因為如果你是個正常人的話 別人欺負你他在欺負一個正常人 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是個變性人的話 他們如果欺負你的話 他就是恐變性 他就是一個baggot 他就是一個論斷的人 他就是一個不ok的人 你這個樣子的話就不會被人欺負啦 你只要一說你是個變性人的話 一切東西都可以解決啦 這些東西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一個想法 但是學校說得出來 這個樣的東西 這些東西不是假的 這些東西就在我們生活當中發生 Arcadia High我的高中 就是這個樣子 而且是很多人的高中 對 有多少人擠破了頭 Arcadia房價再貴 買不起房子在那租 也要租一個小的 好幾個人擠在一起 一家人就是為了要送孩子去上學 對吧 都是這個樣子 所以你知道這個不是一個狼來的故事 這個也不是一個說 耸人聽聞 是不是說你們就是找到一些極端的例子 然後跟大家講 然後結果讓每個人都害怕 其實不是這樣 現在這個事情已經大面積的在發生 尤其是在加州 你不光是在加州 在很多紅州也是在大面積的發生 你如果要是天天去看新聞的話 一天能發生幾起呀 到底 這種事情根本就不是一個小事 而且很多的時候 如果你要是在一個小地方 人家新聞根本都不願意去報 因為這種事情已經發的太多了 這現在根本就不是一個特例的事情 不是說什麼 那個一個公雞下蛋了 對吧 所有的公雞現在都在下蛋 這有什麼好報的 對不對 所以呢在這種時候 你說我們是不是要警醒 所以就是如果你是家長 你還是會把你的孩子送到公立學校的話 那這件事對你來講是最有關係的 我現在沒孩子 但是我們以後都不會選擇 讓我們的小孩去公立學校 但是不管我們會不會把自己的孩子 送到公立學校裡面去 這些事情跟我們未來的社會 以及你小孩生活的環境 是完全完全有關係的 所以呢就是你說碰到這樣事的時候 或者是現在在我們看來 我們可以做哪些事情 那第一個事情就是要堅持不懈的禱告 不只是堅持不懈禱告 而且還是要帶著你的孩子一起禱告 帶著你的孩子一起正最悔改 禱告不是說你在這邊幫孩子去求就好了 你要帶著你的孩子一起去做很多的事情 你要真正的去愛他 不是說為什麼我在背後慢慢的就是不跟他講 然後慢慢的幫他禱告就好了 你要讓他看到說你是愛他的 這個樣子 你跟他講話的時候才會有影響力 為什麼這些社工對孩子會有這麼多影響力 常常就是因為那些社工常常跟他們聊天 常常跟他們講話 然後他們覺得說 你的問題都可以告訴我 我可以讓你得到快樂 我可以讓你得到抒發 我可以有一個解決的方法 你只要變性就好啦 但是任何東西都可以在聖經裡面找到解決的答案 你要禱告 而且帶著你的孩子跟你一起禱告 而且你要帶著你的孩子一起讀聖經 你要讓神變成他們的神 而不是他媽媽的神 所以說這個信仰層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就是敦促你 一定要給這些議員來打電話發郵件 要敦促他們 要去反對邪惡的法案 要讓他們支持正義的法案 打電話呢 有沒有用 有用 為什麼 因為可以煩到他們 你想想 你兩個人打電話 三個人打電話 他們可能不以為 你一千個人把他辦公室的電話打爆 你覺得會不會真的煩到他們 而且真的可以讓他們真正意識到說 老百姓在看到 就是我們這些投票人 我們在監管 我們在看到 就像最近有一個毒品的這個法案 SB58 這個法案大概三年前就出現過 就是在那個斯卡威納 這樣一個這個加州的參議員 他立了所有很多很多恶心的法案 不管是說LGBTQ的這種法案 還是這種什麼吸毒合法化的這種 就是很變態的法案 全部都是他立出來的 但是這個人一次又一次的當選 這實在是太奇怪了 這個毒品的法案呢 SB58 就引起了大家猛烈的電話攻擊 那這幾天呢 我也看到群裡面大家都大量的轉發 而且很多人都說我也打電話了 但是這帶來一個結果呢 是一個什麼結果 就是大家這個猛烈的電話攻擊 讓加州參議院這個撥款委員會的辦公室 電話癱瘓了 所以這個人呢 他現在出來說 就好說謝謝大家 一直打電話 說我已經呢明白了大家的意思 而且他也非常同意 就是這個法案是邪惡的 堅決不能通過 然後呢他採取了一些行動 就是他已經與執法界的 還有醫學界的 還有反毒界的這些領導已經開會了 而且表達了他這樣的一個 所以你說有超過千人 一直給這一個電話打發 說你不許通過 你不許通過 你一定要反對 這樣的迷幻要合法化 你說有用沒有用 真的有用 他們聽到了老百姓的聲音 因為他們的辦公室的電話 都已經被大家打癱瘓了 所以他出來說嘛 就是我明白了大家的意思 我也跟大家的意見是一樣的 所以他會去做他這個方面的工作 所以呢就是我們真的不要嫌說 哎呀打電話好煩 就為什麼看到說三天兩頭就發出來說 給誰誰打電話 給誰誰打電話 也不要認為說打電話沒有用 其實我們每一個行動都是有用的 千萬不要氣餒 不管是說你的倒傲 可能你倒傲了很多 到現在你還沒有看到任何的回應 但是你要堅持 你不要認為說打電話好像好煩 真的有用沒用啊 我做這種行為是不是很傻 不要這樣覺得 每一個行動都是有用的 不管你是打電話還是發郵件 或者是你出現在校董會的門口 哪怕你語言不同 對吧 校董會你去了之後 那里面哇啦哇啦全都是講英語 你也不知道到底是幹啥 你可能是看了我們節目說 我知道今天這是幹什麼 但是我去了之後 我發現我聽不懂 不要害怕 因為你的出現 已經給他們施加了極大的壓力 很多時候 你知道在審裡面 是沒有一個語言方面的問題 我們那天去看到 全部都是京圖 對不對 你會看到京圖 圍在門口一大圈在你祷告 你或許英文不好 你不知道他們在祷告什麼 但是你從他們的語氣 你從他們這個說話那個感覺 你知道他們是在做什麼 你這個時候可以用你的語言來祷告 你只要多一個人出現在那個地方 你只要校董會裡面的人 還有LGB秀 他們出現了多麼大的壓力 他們會看到各種族裔的人都在這裡 不光是白人的基督圖啊 你想想如果華人的基督圖 大量的出現在校董會裡面 哪怕你語言不同 你甚至都可以舉中文寫的牌子 就是我反對這個法案 或者是我支持這個法案 這都沒有關係 只要你收 up 只要你出現 你給他們帶來巨大的壓力 因為現在華人在加州 根本就不是少數族裔 我們不是少數族裔 你不管是說在秦諾港這一塊 還是在洛杉磯這一塊 你在北加州 我們不是少數族裔啊 我們的人是非常非常多的 我們華人教會是非常兴旺的 你看華人教會有多少多少很大的教會啊 我們聯合起來的力量能有多大 你想想如果一個大教會的人 幾百個人都聚集在校董會 你知道他們有的這個壓力是多麼的大 他們敢在那裡胡說八道嗎 對不對 所以在各種的活動裡面 我們要以壓倒性的人數出現 我們要讓他們知道我們是在乎的 我們作為華人的移民 我們作為一個亞洲聯合 我們是在乎的 我們並不把這個地方看成是別的國家 我們移民千辛萬苦來到這裡 這是我們的國家 而且這是我們後代要生活的地圖 要讓他們知道我們是在乎的 而且他們的行為是會讓我們感到憤怒的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要清楚讓他們知道的一點 沒錯這就是民主 我在這邊說民主不好 但是民主是有用的 打電話是有用的 出席是有用的 讓別人知道是有用的 很多人說我們不要干預政治 我們在家禱告就好 校董快來那個地方我又聽不懂 你這個樣子的話 他們就通過了 就是55比9 就是這麼懸殊的一個東西 因為Arcadia這個地方 投票率只有20% 全加州只有23%的投票率 因為絕大多數的人 絕大多數的父母 沒有出來使用他們民主的權利 可以奪取你的孩子的時候 他們就贏了 如果你不出來的話 大家覺得民主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那你就要使用民主 你就要使用民主 去做正確的事情 你就要使用民主 來拿回因屬於你的權利 為什麼我們會失去 我們的這個各式各樣的權利 現在是孩子的這個教育權 然後大麻合法化 同婚各方面這東西 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就是因為我們不在乎政治 就是因為我們期待民主做什麼 但是我們自己什麼都沒有做 當我們自己什麼都沒有做的時候 民主就沒有任何的意義 民主就是會被拿去做很糟糕 很壞的一個事情 你想壞人聚集在一起 他們就會做壞事 但是好人 你用你的從聖經來的價值觀 大家聚集在一起 你就會投出好的法案 你就會讓一個好的人去當選 然後為我們這一塊的百姓 來做事情 所以鼓勵大家 下一次呢 如果我們再發出任何的邀約 比如說不管是說聚集在校董會 或者等等等等 我希望我們的觀眾出現 不管你是講英文 你還是講中文 這都沒有關係 語言不應該成為我們的隔閡 因為我們現在就是生活在這個地方 講話語當然好 講古文話也好 這都沒有關係 只要我們出現在那個裡面 你要知道那個地方 黑暗的權勢有多麼大 我們可以去那裡祷告 我們可以去那裡宣告 對不對 我覺得這個就是我們可以 所以作為基督徒來講 作為生活在這裡的公民來講 我們有很多的義務可以去做 而且這個也應該是 我們熱衷去做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來自一個沒有民主的國家 但是你好不容易來這裡了 你有發生的機會 要珍惜 為什麼不珍惜 尤其是我們作為基督徒來講 在我們身上有更多的義務 還有責任還有權利 那還有一個呢 就是不要迴避現在發生的事情 如果你身邊要是有朋友呢 也在迴避 你要告訴他不要迴避現在發生的事情 我們上小學的時候都學過一個成語 叫做掩耳盜鈴 是吧 什麼意思啊 就說這個這個人想去偷鈴鐺啊 那鈴鐺這玩意兒 你一碰他不就能想嗎 那怎麼辦 那我就把我自己耳朵捂住 我去偷別人家的鈴鐺 那我不就聽不見了嗎 那不就能偷走了嗎 但是這有一個問題就是 你以為自己聽不見 別人就聽不見了嗎 你以為耳朵堵住了 這個鈴鐺就不會響嗎 這個是欺騙自己的行為 那我們呢 這個年紀也都不小了 是不是 每一個人應該都可以 從自己的人生中 學到很多很多的教訓 一個事情發生了 你如果持續的欺騙自己 而不去解決真正存在的問題 那這一個問題就會帶來非常嚴重的後果 所以呢 當然希望哈 不僅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在對我們的孩子的前途還有教育上面 我們每一個人都不要做這個掩耳盜鈴的人 我們現在看到事情發生 那麼我們就要想辦法去解決 這個事情不會因為你不想聽不想看 這個事情就會消失 或者事情也會當你不存在 不會的 它會完完全全的來影響你 所以我們要好好的 用神給我們的聪明才智 通過我們的禱告 我們要凝結我們的力量 要去想一個辦法解決 而且是要徹底的解決 因為我們要知道 時間非常的緊迫 如果多等一天 你的小孩就會危險一天 只要你的小孩現在在公立學校裡面上學 每一天他聽到這種東西 就成倍成倍的增加 所以你要非常認真地開始思考 你小孩未來的方向到底是怎麼樣 你要非常認真地開始思考 你要如何做一個負責任的家長 如果你到最後還是決定說 我要把孩子送到公立學校 那麼現在最應該馬上站起來 反抗的就是你 因為你的孩子就在那樣的環境裡面 我們今天看到這個Arcadia的媽媽 多麼的痛苦 孩子選擇 就是選擇這種臥鬼啊 這樣的方式離開這個世界 這是多麼多麼的痛苦 我們不希望這樣的事情發生在任何一個家庭裡面 我們不希望這樣的事情發生在任何我們弟兄姐妹的身上 所以你要非常清楚的就是 你不發聲 你指望別人可以為你做什麼嗎 不會的 這個事情必須需要你自己親自的站起來 如果你的小孩沒有在公立學校裡面上學 也呼籲你一起站起來 為了以後你的後代可以好過一點 所以你要拼命為他們留下一個適合居住的環境 而且你也要為了神的國度 為了神的公益 真正走出安洛國 做一個真正跟隨耶穌的基督徒 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點 我們對我們的家庭有責任 我們對我們的孩子有責任 我們對我們的信仰有責任 我們對神的國度有責任 我們不可以把任何東西交給政府 不可以把任何東西交給學校 不可以把任何東西 不可以把自己管理自己孩子的權利 送給政府說 你幫我們養就好了 我要去賺錢 我要買特斯拉 你的生活很重要 沒有錯大家都知道 每一個人的生活都不容易 你現在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把你的小孩 教育成一個比你還要好的人 不管你是不是富二代 現在他們還沒有成年的時候 他們就是靠你的 他們的道德觀 他們的價值觀 他們能不能是個好人 還是他們要當個變性人 我個人認為 要交給小孩的 就是神的話 那一天我的女兒 在車上跟我講說 Daddy you are not my prince You are my daddy I have a king Jesus is my king 他講出這個樣子的話 我當下在開車 我感動落淚 然後他其實每一天 你知道小孩在那邊亂唱歌 Oh Jesus love me I love Jesus 就在那邊亂唱 我聽了好開心 我就覺得說 我平常做的事情是正確的 我要給他買蛋糕 反正我覺得 第一個 每一個基督徒信仰要真的活出來 你的孩子看得出來 你的孩子知道說 你的信仰是真的 然後 耶穌是真的 耶穌不是一個 幻想出來的東西 不是說 星期天的時候 才所有的人去那個地方 才耶穌 對 然後就是 OK 大家被集體催眠一下 你看這個地方 有一個十字架 然後耶穌 不是這個樣子 這不是我們的信仰 我們的信仰是耶穌的愛 然後耶穌是真正活在我們心中的 我們是活出律法 活出自治 然後活出 我們應該有的樣式 活出神的形象 所以說 每一個父母 你要做的事情 真正就是帶領的小孩 很多在我們下面留言的說什麼 喔我小孩已經大了 不然我一定homeschool 你小孩已經大了 就跟他一起認罪悔改 你要說我以前不知道 你就直接承認說我以前不知道 很多的人 他們就是個保守派 一直以來都是個保守派 但是他們的小孩變成個大左派 然後說 我都很好啊 我怎麼會這個樣子 我怎麼知道 這個小孩長大之後會變成這個樣子 不是我的錯啊 你要好好的去問神 很多事情可能你忘記 但是神會提醒你 你要去認罪悔改 你要說我到底以前做了什麼 或者是我現在可以做什麼去彌補 讓我的小孩 哪怕我的小孩已經長大了 或者你的小孩已經跟我們一樣大 或者你的小孩已經比我們大 但是你還是他的父母 你還是有權利讓他們成為更好的人 而且要明白的就是 他們按照聖經的話去生活 他們才是真正可以得到幸福和快樂的人 不然的話他們沒有辦法得到幸福和快樂 如果他們沒有辦法認識耶穌就是真神 而且沒有辦法按照聖靈的這個引導去生活的話 他們沒有辦法得到永恆的快樂 那些快樂都是非常短暂的 不管是酒精毒品等等等等的 所有的這些東西都是非常的短暂的 所以不要給你的小孩留下這些東西 要給你的小孩留下真正的永續的属灵的遺產 讓他們真正的成為快樂的人 總之就是掌握自己的人生 然後掌握孩子的教育 你要當一個好人 你要當一個好的父母 你要培養出一個藝人 你的孩子要比你更好 這就是我們這個國家可以繼續往上 可以變好的一個契機 不是說我們只要禱告就好 我們要付出行動 我們要付出行動 不是只是每一次選舉的時候 大家很開心 啊誰偷誰誰誰啊 共和黨啊 川普 而是我們每一天都要比前一天更好 我們每一天都要做得比之前更好 我們的下一代要比我們這一代更好 更有價值觀 他們更知道神是誰 然後他們的命定是什麼 他們要比我們更清楚 他們要更朝著天堂的路走 這個是我們可以做到的 只要我們一直持續這個樣子做 我們的靈社可以看到 我們的孩子可以看到 我們一個人感染更多的人 這個樣子社會就會變好 不是說我們只要改變法律 誰誰誰上台了之後就會解救這一切了 就連神拯救這個世界 耶穌也是親自下來跟每一個人這樣子溝通 也是親自的做給我們看 並沒有說就是 欸我下來了 羅馬倒 希臘倒 OK全部歸 敬拜我 我要垮後面一發文 往天一飛 對 不是這個樣子 耶穌做給我們看的 就是 他在他的身上有神給的指示跟義務的時候 然後我們也有 我們現在的義務就是要做給我們的小孩看 還有我們的靈社看 我們要變得更好 好那非常感謝大家收看我們今天的節目 在節目的最後還是鼓勵你這兩個法案 或許未來會有更多更多的法案 因為現在你知道這些民主黨人 他們就不斷不斷的 就是那個炒冷飯的 一直一直同樣的東西不同過就再提 不同過就再提 所以以後我們會有很多很多需要打電話呀 或者發郵件等等這些 但是大家不要嫌煩 因為有很多人數去做這樣的時候 真的會給他們壓倒性的一個心理的壓力 好呢 希望呢 大家可以去做 我們把這個所有的信息放到我們的信息欄還有留言區 好的非常感謝大家收看我們今天的節目 我是弗麗莎 我是伊燦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拜拜 拜拜 보� lookin 甚麼